农村小伙只是逛了趟超市 就被一个顶级大美女公然搭讪 他顿时心花怒放 心想这回中了头彩 正准备回应 却被美女一把按下 然后反手就是一枪 原来是身后有个杀手 已经悄悄盯上了他们 小伙瞬间心跳加速 想要快点逃跑 可美女却将他死死按住 并果断掏出装备 进入了战斗模式 安装在枪管上的摄像头 很快锁定男人位置 接着他迅速打被暴露行踪的镜子 然后死死盯住杀手 可这时阿伟已经绷不住了 一心只想快点逃出超市 美女见状 只能一枪打爆燃气罐 掩护阿伟逃跑 然而男人并没有就此罢休 他追出超市抢下一辆货车 便直勾勾地撞向阿伟 关键时刻 美女开着法拉利及时赶到 打开车门 再来个丝滑的飘移 就创下史上最快接人纪律 可杀手依然紧追不防 甚至不停开枪射击 于是美女干脆打碎挡风玻璃 然后爬上引擎盖 与杀手开枪互射 正当阿伟看得目瞪口呆时 突然男人甩动手臂 打出两发会拐弯的子弹 瞬间击穿后侧轮胎 跑车被迫拐弯 进入有路障的死胡同 美女只能迅速回到车里 紧急拉动手扎 让汽车横向滑行 随着一路电光火时 跑车原地起飞来了的空中华尔兹 虽然顺利逃脱 可法拉利已经变成拖拉机 而阿伟也忠于安详地睡去 等再次醒来 竟发现自己身处在陌生的基地 接着迎面走来一个老黑 二话不说便地上一把枪 让他打掉苍蝇的翅膀 阿伟惊呆了 我就是个臭会计怎么可能打中 然而他根本没有选择余地 因为有把枪正抵在后脑勺上 阿伟瞬间心跳加速 但也在这一瞬间 空气仿佛突然凝固 苍蝇的飞行速度变慢 于是他赶紧开枪 没想到 自己竟然真的成功了 老黑这才告诉阿伟 你的父亲是刺客联盟最优秀的杀手 而你正遗传了他的天赋 你们拥有世上最罕见的杀手之血 可以将心跳在一瞬间提速到每分钟400下 从而达到远超常人的反应能力 这些年 他一直在为刺客联盟效力 铲除了很多坏人 然而就在昨天 联盟中出现一个叛徒 为了除掉比自己更优秀的人 他在屋顶上悄悄偷袭 杀死了你的父亲 而这个叛徒就是昨晚追杀你的男人 老黑劝道阿伟 不要浪费自己的天赋 加入刺客联盟接受训练 这样才能为父亲报仇 可谁知 阿伟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因为父亲在自己出生不到一周时 就抛弃弃弃子离开了家 父子之间根本就没有感情 而他也只想做个普通人 可万万没想到 老黑直接把父亲的遗产 全部转给了他 整整370万美刀 这还上什么班 正当阿伟思考怎么花这笔钱时 突然讨厌的领导又开启了职场PUL 早就受够了日复一日的贬低 阿伟终于决定不再忍耐 一瞬间 同事们被纷纷惊动 而阿伟又抢过领导的订书机 毫不犹豫地砸到一边 然后在女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说出了压抑许久的话 紧接着打起键盘 走向绿了自己的同事 这一刻 阿伟感觉人生到达了巅峰 然而转头就发现 大街上赫然贴着自己的悬赏令 瞬间产生一个念头 他要彻底告别过去 走向截然不同的崭新人生 于是决定加入刺客联盟 可他万万没想到 成为顶级杀手的第一刻居然是挨打 在硬生生扛下四拳后 阿伟成功关机 醒来后便是近战练习 这个老是更狠 竟然可以徒手接下子弹 而阿伟也在毫不留情的训练中 每天伤痕累累 但第二天 他却总能恢复如初 因为联盟有种神奇的药语 可以使伤口在一夜之间迅速愈合 完成了基础训练 老黑开始传授联盟独有的禀级枪法 让子弹拐弯 就是在开枪的同时 迅速甩动手臂 使子弹随着惯性打出一个弧度 击中躲在障碍物后的目标 这种连牛顿都要踢开棺材板的绝技 让阿伟连连惊呼实在太酷了 可练习时才发现 眼前的五花肉仿佛一座高山 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无法逾越 这让阿伟很沮丧 关键时刻 美女又站了出来 他让阿伟越过自己再试一次 真正的猛男绝不能在美女面前说不行 于是阿伟奋力挥动手 打出了漂亮一击 他终于成功了 老黑露出满意的微笑 接着他将阿伟带到一个房间 透露了联盟的终极秘密 原来刺客联盟并不受雇于任何人 只服从于命运的安排 早在一千年前 人们就在织物中发现不同寻常的规律 将这些规律用二进制代码翻译出来 就能组成人民 而这些人 就是刺客联盟要暗杀的目标 阿伟的三观彻底碎了 听命于一台织布机去杀人 这实在是太扯了 但紧接着美女便说出自己的经历 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 就亲眼目睹父亲被残忍杀害 而这个坏人的名字 就曾出现在织布机上 从她加入刺客联盟以来 暗杀的每一个目标 无一例外都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杀了他们可以拯救更多无辜的人 听完美女的故事 阿伟终于放下一律 开始听从联盟的安排 执行刺杀任务 并且在不断的实战练习中 变得越来越出色 哪怕是受到重重保护的大人物 都能凭借高超的技术 和一想天开的手段轻松解决 可正当阿伟事业爱情双丰收拾 那个害死父亲的叛徒又出现了 他立刻追了上去 想要替负报仇 可没想到 却中了叛徒的圈套 不但自己中了一枪 还误杀了一名联盟成员 阿伟很自责 发誓要让男人血债血偿 通过叛徒留下的弹壳 他追查到子弹的生产者 并通过生产老头提供的线索 终于在一辆火车上找到了男人 阿伟毫不犹豫拔枪射击 却被对方轻松划解 哪怕使用让子弹拐弯的绝技 男人都能完美安解 正当二人打得难舍难分时 美女驱车赶到 直接一个凌空飞跃 连人带车撞进车厢 虽然这让阿伟暂时脱轨 但很快火车驶入一道悬崖 并因为刚才的剧烈撞击 产生了脱轨 紧接着车厢断裂 阿伟被悬在空中 眼看就要摔得粉身碎滚 突然被一双大手一把拉住 竟然是叛徒 阿伟很诧异 他不明白男人为什么救自己 但顾不上细想 他瞬间意识到这是绝佳的机会 于是迅速掏枪击中叛徒心脏 谁知对方不但不松手 还拼尽全力将自己拉了上来 这时男人还剩最后一口气 他努力说出真相 刺客联盟在骗你 说完就离开了人世 阿伟简直不敢相信 在原地愣了足足两分半 才开口问身后的美女是不是真的 没想到对方干脆利落地承认了 说完就准备灭了阿伟 但阿伟抢先一步 击碎车窗掉入了水中 等再次醒来 发现被父亲的好友所救 他告诉阿伟 其实你的父亲一直在默默关注你的成长 而真正的联盟叛徒其实是老黑 早在多年前 他已经违背刺客信条 为谋私利开始捏造目标 你的父亲正是因为发现他的秘密 才被栽赃并追杀 但无论老黑拍出去多少顶尖高手 都被你的父亲成功反杀 因此才想到利用你 因为孩子是父亲最致命的软肋 阿伟得知真相 心中充满了懊悔 他决定完成父亲的遗愿 摧毁整个刺客联盟 首先来到超市 买下大量花生酱 然后在垃圾场 利用花生酱捕捉了上千只老鼠 最后开着垃圾车 直接闯入联盟基地 顶着枪林弹雨 打开后车盖 一瞬间 成千上万只老鼠倾泻而出 没过几分钟就遍布城堡内部 这时才有人发现 每只老鼠身上都绑着炸弹 但已经为时已晚 趁着基地内一片混乱 阿伟迅速冲了进去 这一刻 他犹如杀神附体 一边在城堡内快速奔跑 一边弹无需发疯狂射击 子弹打光了就抢敌人的枪 所到之处片甲不留 很快就杀到顶层 阿伟被联盟中的顶尖高手 瞬间包围 可他却缓缓拿出证据 告诉所有人老黑 才是真正的叛徒 谁知被揭穿后 老黑依然不慌不忙 直接拿出一叠名单 分发到众人手里 原来这里每个人的名字 都曾在织布机上出现过 如果坚守刺客联盟的信条 所有人都该死 面对这样的真相 大家都选择站在老黑这边 唯独只有一人除外 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 捍卫坚守的信仰 然而趁着阿伟分神之计 老黑已经逃之夭夭 没办法 阿伟只能回归生活 又成了一个996的上班族 直到有一天 老黑突然再次出现 可等对方回头 他才发现这根本不是阿伟 是的 这是个圈套 而真正的阿伟 已经冲破领导的束缚 打败绿了自己的同事和女友 找回想要的生活 我来自为了 什么都不成功 感谢观看